生活的麻烦没有尽头 路难走的时候可能是在爬坡 别难过 你不是孤单一人哦 连长得很酸的葡萄 都在努力让自己变甜一点 现在放弃也很舒服 不过登上山顶的感觉是棒极了 互乃文开讲了 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葡萄 不同颜色的葡萄功效有什么不同呢 葡萄在古时候叫做什么呢 这种水果它营养价值非常丰富 可以酿造成葡萄酒 做成葡萄干了葡萄籽油葡萄果酱 还拥有水果之神的封号 葡萄是水果之神 我们的生活工作步调 紧张又忙碌 总是感觉疲惫不堪吗 来吃葡萄能让身体补充能量 葡萄它有丰富的营养 葡萄糖的含量大概有 10个到30个百分比 也就是相当高了 葡萄糖不需要经过人体的消化 直接就可以被吸收进入血液 快速的就为身体补充能量 有效的帮助你缓解疲劳 吃葡萄的好处不只是一个哦 根据现在的研究它说 一颗葡萄里头含有维他命B群 B群包括了B1 B2 B3 B5 B6 B9 B12 还有Vitamin C 钙呀 美呀 磷呀 钾呀 这些矿物质多得不得了 而且还含有很多的氨基酸 这么多营养的成分呢 难怪被称之为水果之神 神龙本草基里头记载 它说葡萄啊 胃干 贫 竹 筋骨湿壁 意气贝利 强制 令人肥健 耐机 忍风寒 就是亲身不老延年 可 这个好好啊 还可以做酒 它是生于山谷之中 你或者你的爸爸妈妈 会常常有筋骨酸痛吗 来 下班后去超市 买一串葡萄 吃饱饭以后啊 让他们吃点葡萄 缓解酸痛 葡萄它有一点点酸味 而且还能够解油腻 有人就跟我挨挨丢了 说 哎 胡医师啊 我们上班很忙呢 哪有时间去买葡萄啊 没关系 胡医师跟你分享 另外一个方法 这也算是蛮不错的方法哦 你买一罐葡萄干 放在家里 给爸爸妈妈妈吃 在办公室里头 也放一罐嘛 放在你的抽屉里 工作到下午的时候 有点累累的 打个抽屉 拿几颗来吃啊 或者说拿一小把 慢慢地咬 慢慢地咬 甜甜的 因为它里头含的 葡萄糖的量 满不少的 所以能够补充能量 电力满格了以后 精神饱满 又可以继续努力到 下班的时间 大部分的葡萄干 是天然果干 不需要防腐剂 葡萄本身 它的葡萄糖的含量 非常的多 晒成果干了以后 浓缩的糖含量 已经高达70%了 糖本身因为 它的渗透芽比较大 本身就能够 抑制细菌的成长 达到防腐的效果 在不添加任何 防腐剂的情况下 也可以长期地保存 你知道黑葡萄 紫葡萄 绿葡萄 有什么样的功效吗 它们有什么 不同的功效吗 好 黑葡萄和紫葡萄 能够让人皮肤变好 帮助修复 因为熬夜 变得暗沉的肌肤 以及 这个熊猫眼 让你的皮肤 变得bling bling 光彩动人 而很适合 天天手机不离手的 我们现代人 一不小心 就熬夜 当了熊猫了 黑葡萄 或紫葡萄 它的维他命E 含得很多 能够帮助消除疲劳 维持好的精神 绿葡萄呢 能够帮助补气血 输筋活络 使得气血运行通畅 活络筋骨 绿葡萄含有丰富的 Vitamin C 能够帮助美白 而且抗老化 使皮肤 秋痰不费力 葡萄有两味 输干解育 葡萄能够缓解焦虑 葡萄有 甘酸两种味道 酸味能入甘筋 甘味呢 能缓 甘得 非常的紧的 那个状况 可以输干解育 调畅气血 什么情况 你可以吃点葡萄呢 早上被主管 开的满头包 或者是 缴完账单以后 银河里的cocoa 又少了好几个零 心情很不足的时候呢 吃几颗葡萄 或者塞几个葡萄干 这样子的话呢 就吃得 让心情变得好一点 山不转 路不转 路不转 自己转 累了的时候 随时转身 休息休息 但不要一直后退哦 母汤哦 心情烦躁吗 来被葡萄干 葡萄干枸杞茶 葡萄干枸杞啊 这两个东西 搭在一起 还蛮好吃的 葡萄干枸杞 可以生津补肾 能够是烦躁的心情 和缓下来 上班族的朋友们啊 下午茶来杯 葡萄干枸杞茶吧 葡萄干 大概拿个三四十例 枸杞拿个二三十例 把葡萄干和枸杞 放在茶壶里头 用废水冲泡啊 大概十五分钟之后 连续可以冲泡两三次 葡萄干枸杞啊 都可以连茶一起吃掉 葡萄还有护眼睛的功效 不是吗 好 假日找个舒服的角落 泡一杯葡萄葡萄茶 一面听着轻柔的音乐 阅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释放释放压力 让心情完全舒压 放轻松 葡萄皮有白粉 用它洗干净 吃葡萄 真的可以不吐葡萄皮 葡萄皮啊 它的营养价值很高 说是啊 还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啊 吃的容易有饱足感 又帮助消化 想减重的人啊 就别把皮剥掉 就直接吃吧 葡萄外面有一层白白的粉状的东西 其实那个东西是什么 叫做果粉 可不是那个电脑的果粉啊 果粉能够保护果实 防止水分的散失 延长保存的期限 白白的那一层是天然的 不是什么脏东西啊 面疙 我们洗葡萄啊 大部分都说 洗葡萄好难洗哦 加盐巴拉 加醋啊 什么都能洗啊 很难洗掉 很难洗干净这个葡萄 你知道吗 我们家里头是用 太白粉来洗 可是我跟我的朋友 一谈到太白粉 有的人就说 哎呀不行啊 菜白粉吃了会 什么糖尿病的 什么什么的 好那你怕太白粉 你用面粉也可以啊 用面粉来洗一洗 那个葡萄就洗得很干净了 葡萄一天吃多少 吃葡萄过量是有禁忌的 葡萄好吃 营养丰富 但还是得要给大家一个关于吃的健康的观念 凡事凡物都要适量过度了或过量了都不好 中庸为最好 葡萄一天能吃多少呢 吃那个十克二十克就可以了 不要贪吃哦 葡萄甜度又高 吃多了会怎么样 吃多了就变大口了 好还有更严重的 不要方里头讲葡萄啊 干酸温 多时令人猝反掩暗 什么意思啊 就昏倒了 本草逢源里头说 多时令人谢谢就会烙塞了啊 我讲一个我自己的经验 那是很多年前啊 二三十年前的时候啊 有一次呢去新疆旅游 新疆大家都知道是产葡萄最多的地方 对不对 那我们那次去的时候 刚好就是葡萄生产剂 哇 贪吃那个绿色葡萄 真过瘾啊 吃吃吃多了 结果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一路又吐又拉 晚上到旅馆里头拉肚子 在白天走路当中 就可以吐很多的东西 哇 这个所以 本草逢源里头讲的还真是如此啊 葡萄在古代叫什么 李时珍说啊 葡萄在汉书里头叫它叫做葡萄 它的圆的叫草龙珠 长的叫马乳葡萄 白的叫水晶葡萄 黑的叫紫葡萄 甸葡萄这本书里头记载呢 它说葡萄啊 它的颜色有酱色有绿色 酱色就是紫红色啊 酱色绿色两种 绿色的比较佳 它说绿色比较好 胃肝性平 福之能够亲身延年 老人大补气血 像我们这种人啊 老人大补气血 然后呢 舒筋活络 葡萄与葡萄糖有关系 葡萄糖是自然界里头 最重要的一种单糖 为什么叫葡萄糖呢 跟葡萄有关吗 确实就是跟葡萄有关 因为葡萄糖是在葡萄干里头发现的 所以叫做葡萄糖 在1747年的时候 德国有个化学家叫做 Andreas Margrave 他在葡萄干里头分离出来 少量的葡萄糖 就把它叫做grip sugar 叫做葡萄里头的糖 到了1838年的时候呢 法国的一位化学家叫做Dumas 他正式命名葡萄糖 叫做Glucos 凡是这个糖 凡是糖 它的英文的名字 的后面都加O-S-E 像是葡萄糖 叫Glucos 果糖叫Fructose 半乳糖叫Galactose 乳糖叫Lactose 都是O-S-E 这个词放在后面 你很怕碰到糖类吗 因为糖都叫做碳水化合物 我们一般的人 一听到碳水化合物 哎哟 那就简直是不得了 就怕把血糖升高了 尤其是吃了葡萄糖以后 血糖突然的升高 那这还得了啊 其实不要紧啊 不是那样的一回事 其实呢 吃葡萄糖啊 这个葡萄糖呢 可以直接就被吸收到血液里头 直接就可以送到各处的细胞 被它运用 所以当你觉得头晕 或者说是血糖低 然后呢会觉得 哎呀 昏昏眩眩的时候啊 我告诉你就是吃一颗葡萄糖 我们现在在市面上 可以买得到方形的啊 就立方形的那种葡萄糖 那个葡萄糖拿一颗 丢到开水里头 搅一搅喝下去 立刻被吸收起来 立刻就好 就这样简单 所以这就是葡萄 然后呢 你说哎 我现在一下子没有那个葡萄糖 没关系 葡萄也是一样 葡萄里头含有葡萄糖 刚刚讲的 有10到30个百分比 对不对 所以也蛮多的 你吃下去立刻就让你有足够多的糖 在身体里头 它就是能量 古人说五穀为养 为什么说五穀可以养呢 养就是养身体的意思 五穀类含淀粉很多 几乎都是葡萄糖连在一起的这样的多糖 而这种多糖呢 是肠胃道里头被消化了以后 就变成双糖或者单糖 其中变成单糖呢 就是葡萄糖 而这个单糖呢 就很容易被吸收 然后很容易就被你运用 因此我们说五穀为养 就是古时候的中国人 老早就知道 五穀是养身体 是充实身体的能量的东西 唐诗里的葡萄美酒 催化生死度外气概 唐朝王瀚 写的梁州词里头 他说 葡萄美酒夜光被 玉饮琵琶 马上吹 坠卧沙场 君莫笑 古来征战 几人回 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想起来 曾经看过的一个 神韵晚会表演的一个节目 叫做木兰从军 现在呢 在神韵作品 这个网站上面 可以看得到这个剧 我每次看这个剧的时候 就哭一次 每看一次 哭一次 为什么呢 就想到 古来征战 几人回呀 这个木兰的爸爸 拿到那个军书 我还记得木兰词里头说 军书十二卷 卷卷有爷民 木兰无掌兄 阿爷无大儿 木兰无掌兄 意思就是说 我们家里面呢 没有更大的哥哥 可以代替爸爸去出征 那这样子 木兰就说 那这样子我来代替去吧 那这个木兰的爸爸呢 拿着这个军书啊 要不要给木兰这个 其实他的心里头 就是在想着 追过沙场 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就是古来征战 有多少人 能够回来呢 好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请大家下载一个APP 叫做干净世界 以后我会在干净世界里头 放一些其他频道 看不到的内容 小编也会把下载的网址 放在留言区 谢谢大家 拜拜